男人穿着捕快的衣服在大街上四处溜达 深料走过来两名警察 男人名叫老崔 因为老婆给别人绕了炕头 所以千里迢迢从国外回来追妻 结果却是被领离婚证成全他人 出来民政局时 前期把祖传的吊坠还给老崔 然后坐上了一辆汽车 直到这时老崔才明白 虑自己的人竟然是自己的发小 可偏偏祸不单行 老崔又接到电话 合伙人背着他把餐厅给卖了 老崔彻底成了无家可归的人 他心中堵着股怒气无处发泄 找到开酒吧的朋友以醉防休 老崔倒完了苦水 心里舒坦不少 谁料回去的路上 一个醉酒的女人一上车 就在他身上狂吐了一通 然后报完地址就睡过去 老崔是个老好人 不仅没有计较 还决定送佛送到夕 他把女人平安送回家里 便想把身上污渍洗洗就走 谁料老崔搓衣服正卖力呢 女人突然闯入卫生间 接着一个大逼兜子就给他踹了出去 老崔思索片刻又开始敲起房门 因为他的行李还在里面 可女人没有任何回应 当时邻居被他吵得心烦意乱 老崔只能在门口干等着 这时楼下伤了两个男人 说是小夏的朋友 老崔就像看到了救星 可小夏仍旧不肯开门 几人的吵闹再次扰到邻居 邻居还叫了屋里一群硬汉 双方打得不可开交 老崔夹在两个帮派中间 最后同样被带进了警局 可怎么解释自己跟小夏的关系呢 老崔越解释关系越乱 甚至连他自己都难以置信 好在老崔的朋友及时就场 花钱把他保了出去 朋友是负责道具的 让他随便挑一件衣服先穿上 老崔挑的件最适合自己的 然后就再次给小夏打电话 他只是想要回自己的行李 可小夏看到昨晚两个男人 吓得拔腿就跑 原来那两个可不是什么朋友 根本就是来追杀小夏 老崔为了行李和护照 只能拼命地在后面追 结果翻墙时大衣被挂在了树上 没办法他只能把衣服脱了 继续穿着原来的白背心 可就是这样两人还是被抓了起来 老崔想报警 结果被两个绑匪逮到 这一遭下来老崔终于弄明白了 这俩绑匪和小夏的男朋友合伙开了一间汽修店 后来有个人修车就不给钱 三人一怒之下把那人绑了 威胁他套一万美刀修理费 可这钱最后全落在小美男友大宝手里 而大宝一夜之间人间蒸发了 剩下光哥和明哥 只能通过绑架小夏把大宝逼出来 而老崔纯粹就是给陪跑的 光哥掏光了两人身上家当 把手铐的钥匙直接扔到外面 便大摇大摆地离开废弃藏库 小夏看电视里演的 用湿衣服和铁棍 能把窗户上的铁条搅开 两人终于逃回了家里 可小夏家已经被洗劫 老崔着急去找护照 其实护照被小夏藏了起来 因为小夏还需要老崔帮忙 把男友放在南玉池的一万美刀取出来 老崔决定再帮个最后一次 可他走错了地方 进的是飞货园区 还用暴力从柜子里拿走皮包 两人一签以后离开洗浴中心 第一件事就是出去大搓一顿 结果等打开包结账时傻眼了 包里面装的竟然是一把手枪 小夏便指着老崔脖子 让他把玉池给当了付钱 好在小夏还有别的办法 杨中成记者暗访 说是在菜里吃到了头发 老板只好笑着给两人免单 那边洗浴中心丢枪的事 已经登上新闻头条 这下事情闹大了 老崔着急要把枪还回去 可洗浴中心已经戒严了 这时小夏看到一个手人 就是昨天用枪支打火机 搭讪他的男人 小夏把真枪和他的打火机调包 而小夏趁乱来到会员区 成功拿走了一万美刀 就在两人洋洋得意时 老崔发现一个致命问题 钱是假的 小夏想不通便找到男友 结果大宝恼羞成怒 不仅甩了他一耳光 还栽赃是老崔把钱调包 小夏终于看清大宝的渣 决绝地和大宝分了手 他回去把自己喝得烂醉 又把护照还给了老崔 老崔本想一走了之 可小夏又晕了过去 老崔把他送到医院 小夏肚子里怀着孩子 连带老崔被医生教育 老崔无言以对 为了给小夏补充营养 他忍痛把祖传的玉坠卖了 小夏心中万分感动 回去后老崔悉心照顾小夏 看着他的身体一点点好起来 两人也到了该分别的时候 老崔觉得还去国外 继续开他的餐厅 谁料他刚到机场 又接到电话 小夏被光哥绑架了 还让他拿钱过去赎人 老崔身上身无分文 有的只是那股不要命的劲 就在他和光哥僵持之时 四周突然响起警报 光哥不害怕是假的 竟然迅速撤离了现场 之后老崔的朋友从后面出来 就是之前白弄道具服的哥们 他紧张地关掉了大喇叭 两人才如愿回到了家里 就在两人对着一堆假钞犯男时 老崔意外发现 假钞上面画着地图 是博物馆的地下通道 原来那个修车不给钱的老狗 背后干的竟然是偷盗国宝的勾道 两人正准备报警 结果老狗就带人踹开了房门 上来就把老崔按到了地上 两人丝毫没有还手之力 关键时刻警察推开房门 一时间场面极度安静 老崔和小夏弄不明白 到底是谁给报的警 结果邻居出现在门口 下次扰民 我还报警 老崔心里真是万分感谢 这次他终于可以出国了 小夏送走老崔后 心中莫名的失落 结果下一秒 老崔就坐上警察叔叔的车 临走之前警察同志 让我把枪的事说清楚 其实老崔心里没得很 他早就在这些日子的磨难中 对小夏产生了真感情 并且这一流就不再走了 他做了一辈子老好人 也不介意做个接盘侠 人生就是如此奇妙 上一秒仿佛失去了全世界 下一秒转个身 就遇见了新的人生 因此永远不要失去信心 谁知道下一个转角 是怎样丰富温暖的人生